槟城威省市政厅宣布所有居家网售活动 明年1月1号开始 必须向市政厅申请线上商业执照 一年要价120令吉 说谎的老百姓认为 新政策对那些在疫情期间 做网卖讨苦饭吃的人来说 是沉重的负担 而槟城马华也敦促市政厅 撤销这项措施 别为难小商家 新冠疫情考验企业存活 失业的失业 收入减少的也大有人在 路不转人转 大家都在说 一些人把生意转线上 无论是小贩也好 服装店也好 都借这个机会迎合趋势 抓住商机 但微省市政厅为了杜绝诈骗集团 和提高网卖商家信誉 这个月21号宣布 明年开始 所有已经向商业注册局 注册的住家网售业者 都必须向微省市政厅 申请线上商业执照 半年60令吉 一年120令吉 申请了就可以以公司名义 开设商业银行户头 提高网卖信誉 扩大生意 此话何解 举个例子 当顾客怀疑卖家身份时 卖家若拥有 大马公司委员会SSM的注册 加上微省市政厅的营业准证 同时再以公司名誉 注册过商业银行户口 这就能提高商家信誉 但一些民众认为疫情下出台这措施 有点不近人情 对那些把食物放到线上销售的小商家 造成负担 每个人的行业都是有受到影响 不是每个行业都能赚到钱 但是大家还是坚持住 因为为了生活 我无论赚多算少 都是要坚持去做这样 但是我真的觉得不合理啦 只是微省而已 刚好我就是在这个微省 生日就没有啦 我们以前来生了都少说的 白癌嘛 我们生日就有就没问题 我们生日就没有 我们以前就白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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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白癌啦 如果我们在这儿 我们是没有担心的嘛 没有担心的嘛 我们去担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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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比赵鱼的游泳 然后不会担心的 如果是说要把银子放下去 然后也很疼 槟城马华八远区会宣传主任林日峰 希望市政厅收回成命 因为这不仅没帮助经济增长 反而是开倒车的行为 在SSM时候 我们已经有注册了 跟政府的部门 已经有我们每个人的资料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注册多一个 在这个 微省市政局那边 因为这个重复的东西来的 120块可能对市政经来想 是一个小数目 但是对那些已经受影响 收到收入的严重的 没有收入可能已经是被辞退了的 或者是生意完全不能走 你这个120块收来做什么 告诉我们人民 微省市政厅这项措施也涵盖 不允许网售业者 在住家买卖产品或招待顾客 商家只能以邮寄方式送出货品 顾客禁止上门看货